Hello 各位家长 大家好 我是Ms.Emma 今天我们这一条影片就是关于情绪管理 也很感谢不同的家长 经常都会在Facebook去问我们的一些问题 或者希望我们可以从中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 很感谢这位家长 他有问我们怎么可以帮助星宜去平复 或者做一些情绪管理的训练 所以如果来的小朋友会经常去爆发他的情绪 或者当他的情绪爆发的时候很难平复 甚至乎他们有一个很易怒 经常发脾气的情况 都要留意我们这一条训练影片 我们的影片会经常讲述关于ABA的训练方式 如何帮助到自闭症抱系的小朋友 也有很多自闭症的资讯 如果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这部训练情绪管理 很多家长最大的困扰就是 当星宜一旦爆发了情绪的时候 是很难令他们平复下来的 甚至乎你越理他越跟他们说 他会越爆发得很厉害 甚至有些会做出一些自我伤害的行为 例如打自己 甚至乎会伤害到其他人 打同学 惹伤家人 所以解决炎微之急 很多时候第一步ABA的训练 都是帮助教导星宜 如何在他们的情绪已经爆发了 的时候 能够尽快去平复自己的情绪 不要让自己掉进一个洞 不停地发达自己的负面情绪 所以怎样去做到 在他们已经爆发了情绪的当刻 尽早能够帮助自己去平复自己的情绪 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跟你的小朋友去试试 看看哪一个其实是最有限 去帮助你的小朋友去平复自己的情绪 第一样可以留意的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事例 可以令他distract的 引起他分心 等到他的绝业不是在自己的负面情绪上 例如我们说的就是distraction 有些小朋友 例如他在爆发情绪的时候 你叫他喝点水 可以帮助他慢慢平复自己的情绪 又或者用心毛巾去洗面 甚至有些小朋友会透过倒数 数英文字母 看书 或者是深呼吸 都可以加快让他们自己冷静下来 所以家长可以在小朋友 爆发很大的情绪的时候 轻轻叫他做其他事学 例如有杯水 你先喝水 又或者有个心毛巾 你抹一下面 这个情况 当我进入第一步训练的基础 就是当他在爆发情绪的时候 家长可以介绍 或者是计划一些方式 希望用这些方式去distract分心 抽离在负面的情绪当中 然后再用这些方法 让自己不要再想这个情绪 慢慢再平复自己的情绪 当然家长可以试用不同的方式 亦都要分析 究竟哪一个方式 对你的小朋友是更加有效 当然了解到一个有效的方式 慢慢地 每次当他在爆发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语言叫他做 可能轻轻给他水 让他自己知道 我有杯水可以入 或者就给他塞毛巾 再后一期的训练 就是当他在爆发自己的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轻轻指一指 那个物件 例如你指杯水 指个心毛巾 他自己意外开 等我了 不开心 去拿毛巾抹一抹 帮自己冷静 最后 在他爆发情绪的时候 他附近会有一些 能够帮助他舒缓情绪的一些小物件 例如是个心毛巾 或者是个水棕 他自己久而久之就知道 当他情绪来 他爆发的时候 他懂得用这些方式 去帮自己冷静回来 第二个训练的方式 就是让你的小朋友 多一点 留意自身的情绪变化 在自己就来临界点了 要爆发情绪的时候 同样地 懂得用一些方式 去帮自己平复情绪 让自己不是每次都爆发了情绪 已经发了脾气 才来想 怎样可以令自己冷静的方式 这个训练的详程 我们其实是推出了免费的教材 所以如果家长想帮助自己的小朋友 留意自身的情绪变化 在自己 在未有这个情绪爆发之前 已经及了找了方法 帮自己平复情绪的话 可以留意我们之后推出的免费教材 第三个训练的方式 就是让你的小朋友不要有那么多的诱因 一些的triggers 会令到你的小朋友爆发情绪 当他们学会 一样去控制自己 不要爆发情绪 又或者可能 等自己的情绪爆发了的时候 能够用一些方法 去帮自己冷静下来 但是最贵心 及最根深替顾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你的小朋友 太容易情绪波动 太多了可能是未小的事情 都能够令到他们生气 就是他们有一个二路的特质 那如果是有这个情况的话 当然我们是要由他一个最辣 基础的地方去练习 就是他们可能要开始 接受多些不同的事物 他们不要那么容易 就会生气或者发脾气 那我们可以透过一个 有系统的A-B训练 也都让他们多些 去接受多些不同 例如生活上的一些特变 又或者一些不同的安排 甚至乎别人不再只听他说 他都要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 他需要保持自己冷静的情绪 也慢慢令到自己 不要那么容易 因为这些生活上的锁水线 而令到自己不开心 爆发情绪 因为今集我们的篇章有点残 所以刚才说到 如何能令小朋友的接受能力高些 不要那么容易生气或发脾气 我们将会在下一集继续讲解 我们下次见 拜拜